澳洲国会周三召开一场关注中国器官火摘犯罪的研讨会 王华国会议员代表、英国前资深调查记者伊森·葛特迈 以及澳洲法轮大法佛学会会长等人都出席参加 会场外 数百名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 呼吁澳洲政府关注还在进行中的 中共火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这里是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 数百名法轮功学员齐聚在国会前面的草坪上 举行全国性的活动抗议中共非法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在集会上发言的包括澳大利亚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约翰·戴勒 来自英国的前资深调查记者伊森·葛特曼 以及在中国曾受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等 澳大利亚法轮大法佛学会会长赵博士表示 当天在国会里面还召开了关注中国器官活摘犯罪的研讨会 伊森·葛特曼是失去新中国艺术的作者 他希望澳洲能一起参与制止这种种族灭绝的罪行 法轮功学员丽莎在集会上呼吁澳洲政府帮助营救她 三天前在北京被非法抓捕的母亲 现在非常担心她的安全 我不敢想象在她身上将会发生什么 法轮功学员在现场用真人秀的方式 模拟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被活体摘取器官 以及遭受的酷刑折磨 新唐人记者李奥澳大利亚坎培拉报道